七十有个家 八十有个妈 妈在家不远 有妈才有家 要问人在什么时候最无忧无虑 那指定是在妈妈身边的时候 甭管多大人 只要葛妈妈边上 那就是孩子 老妈要是不在边上 那是啥啥都找不着 想吃点啥 那就只能订外卖了 还是葛妈妈身边好啊 除了吃就是睡 啥也不用自个儿操心 喝过日子 我只是对生活不敏 导致全肾长期浮肿 还有能吃能睡的症状 月亮不睡你不睡 每天早上特小睡 你睁开眼睛就想死 你死完你还节着睡 你没听说吗 全世界有50%的烦恼 都是痛苦好好睡一觉就能解决的 那剩余的50%呢 剩余的50% 等睡醒了再去想 在家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是喊一声妈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你就先喊一声爸 然后问 爸 我妈呢